我叫彥婷 這是我們做的ADD加Style的Logo圖 其實我第一次來到焦點這邊其實我也蠻緊張 那等一下如果有出現請大家給我鼓勵或掌聲好不好 謝謝 其實我們的起點很簡單 因為我們發現現在的網路商品真的太過繽紛雜亂了 我平常在網路拍的時候可能一打開 我可能只是單純的搜尋一件衣服 可能又跑出褲子 可能在逛的時候會跑出機車或跑出汽車等等 那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整個方式能夠讓整個版面更加的乾淨 再來就是我們常常被迫看不需要看的廣告 我們常常逛網拍或逛網頁逛到一半的時候 可能在右下角或者是在你的網路視窗 可能就跳出一個廣告裡面 那當時的你一定會想說叉叉叉趕快按掉趕快叉叉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我們的頻道上面 你不必看到那些你不必要看的廣告 那現在的電子商務呢 往往注重了物流金流 可是卻少了你 我們人最根本的交流 我們希望在遊戲的購物平台上面 你能夠在上面可以跟店家真正的去交流到說 找到屬於你自己想要的衣服 那在其他遊戲裡面呢 你也可以跟其他玩家去分享去溝通說 怎樣的穿搭是最適合自己的 再來單一八位的使用者體驗 我們不希望說就是你購買那個 網路平台的時候不再只是上一頁下一頁上一頁下一頁去搜尋 我們是希望說你能夠真正的體驗到整個商圈 到底有什麼樣是適合自己的去探索去摸索去找尋屬於你自己的服飾 那再來是我們的影片 這是我們ADD加的圖片 再來請大家看影片吧 每個人在網路遊戲裡面都會有自己的空間可以去創造屬於自己的世界 這是台中的印尼商圈 紅甲夜市 鑽鹽 啊啊 你是我的 鑽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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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在遊戲裡面能夠創造出一些幸福感 由於店家,因為現在我們發現很多人都在幫電子商平台 店家跟消費者之間很難去真正的溝通到 通常油原版上我們相信說還是會有很多的誤會 相信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 我今天訴說的是這個概念,可是店家卻誤會了 那通過圖像畫的虛擬空間,你能夠去體會到屬於每家店真正的裝潢 而你裝潢一家店不用再花費昂貴的費用 只要到我們的ADD家遊戲裡面,你就可以佈置屬於自己的店家 再來你不需要考慮到天氣、距離 我可能在日本想念台灣的逢甲夜市或者是一名商店 我可能透過這個遊戲就可以去逛到說 最近我們在逢甲商店裡面有什麼樣新推出的產品 或者是其他的衣服 你可以不用再考慮其他因素、時間、距離等等 直接上遊戲就可以體驗到最真實的體驗 那最重要的是還是人與人事業的溝通 因為我們相信唯有分享跟交流 才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衣服或服飾 因為我們在去找衣服的同時呢 通常跟朋友之間一定會去討論說 欸這件衣服好不好看 那或者是 或者是其他的因素說 欸價格的問題啊 那我們希望說我們可以直接在網路遊戲裡面 就可以直接跟大家討論了 那這是店家的風格 那大家看個交流影片 來看個交流影片 對啊 好 好 哦 Sorry 太快了 呵呵 其實 我們常常在逛店家的時候 我們會不敢去試穿 或者是不敢去挑衣服 其中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怕说 我们可能会被迫店员缴迫退销 那现在你只要上游戏 你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 说你自己想要衣服 你可以自己加入购物车 你不一定要买 可是你可以加入购物车 你可以自己去考虑说 自己的购买时间 或者是自己的需求等等 那除了有趣也要舒适 什么地方最舒适呢 我相信一定是在各自的家中 或者是房间 是最舒适的空间 给自己一个独特或舒适的购物环境吧 那我们希望我们也要给消费者 或跟店家最直接的简单的封面设计 让他体验到最直接 或者是他应该是说 找寻到他最想要的东西 OK 再来图像画搜寻允型 待会会有一个影片让大家看一下 那这是我们的设计封面 我们希望直接给消费者 最直接的封面 因为我们目前只专注于在服饰里面 所以我们只希望说 在页面上面 只有服饰跟品牌 那其他一些的箱箱广告 我们希望都拿掉 直接让消费者找到 属于他们自己的 想要的流行草市 OK 那这是图像画搜寻允型 也不是一个原调属于 是游要的 是封面的 有一个幅度 有一个幅度 即典的行动 有一个傘的彩虾 這個demo影片就是還沒放上去 就是未來你只要簡單的拉一個圖片 可能這個鞋子所有的樣式全部都會跑出來 那這我們目前還在過世當初 這樣的方法可不可行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讓我們使用者 能夠更快更直接的 找到屬於你自己的服飾 OK那最後ADD ADD加了另一個意思其實就是 About Different Dream 關於一個不一樣的夢想 其實我們在做的過程中很多人都會跟我們講說 你們這個遊戲可能國外有了 或者是你們比不過其他的店家 或者是應該是說公司啊 因為會給我們一直很多的反饋 可是我們還是覺得說 我們要做的東西就是要做 曾經一個學長給我們團隊一句話 他只跟我們講說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做 因為沒有人能夠阻止你 阻止你的都不是別人 所以我們還是相信 我們的遊戲是非常的可行 我們也相信 我們目前呢 也在 那個 伊律師的夢想瀏覽計劃 也在募資計劃 如果 懇請大家 真的相信我們 我們也一定會把遊戲做出來 就贊助我們吧 OK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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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五分鐘的QA時間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 大家有任何的疑慮嗎 是有任何的 然後 就是說心中有什麼不解的地方可以 OK 你們那些產品怎麼更新 更新嗎 更新嗎 對 我們這個是要跟店家的活動 我們會統一一個規格 然後直接讓店家平台上架 就好 那如果店家他有沒有上架 那就是說 因為消費者有可能看到的是 就是去年或前的 那這樣的問題 其實我們 統一對商家就是品質控管 那商家要推出的任何活動 都是商家決定 可是我們會有統一一個 一個活動 可能就是 你可能進入這個商圈 那可能有購買這個商圈的 使用者 可能要統一打折這樣 那 至於他們會不會上架 其實這就關係到 一家店的商譽了 他們有沒有即時更新到他們的產品 那 消費者是最直接的嘛 他會體驗到 說你這家店到底有沒有用心在經營 其實他們都體會得到 那還有什麼疑慮嗎 請問你們這些圖 看起來好像還蠻完整的 但是現在是 純粹是 概念階段嗎 這些圖 目前全部都是 這些圖 因為我們的設計團隊很講 全部都是用AI化出來的 那 目前這些都是概念當中 那我們也在尋找資金 準備趕快 就是寫出 把這個平台寫出來 那如果 幸運的話 如果我們有完成 一定是夢想 募資 的計畫 真的達到30萬了 那我們就有機會去細谷 去跟 跟 ANGEL 跟大家 講說我們這產品的 應該是說 講說我們這產品的願景 對啊 所以你們針對的店家 都是實體上已經有店面的店家 還是說 例如說我是一個個人的工作師 我也想要上一家 這是可以的嗎 這可以 其實這還在歸道當中 實體歸實體 實體 因為實體的部分會面臨到非常多的困難 因為很多店家可能不願意 可是 你換個方式來想 如果這家店家 他突然生意暴增了 隔壁店家會來問 對 問的同時 就會產生這個契機點 那他就會 他就會想說 既然 上這邊很便宜 那也不用花很多錢 又能增加收入 那 一定會更進 對 因為有時候遊戲都會有那個 GM廣播啊 那 以後會廣播 副品廣播 他講這個東西要評價 GM叫你小心 這個東西要評價 其實 其實 這個方面 我們會 我們之後還有在設計 就是規劃說 會讓 消費者有一個統一的平台 會去發聲 對 因為我們還是要 我們還是要 我們還是要去購買商家的品質 我們很怕就是說 一樣 我們怕就是說 欸使用著買到他們不想要的東西 或是 劣質的東西 對啊 對啊 所以我們之後還是會抖音 當一個消費者 發聲的地方 對啊 那 還有 我想請問一下 你是以遊戲為出發點 那你們想要創作的是 怎麼樣去吸引人家來玩這個遊戲 你說去你玩家嗎 就是吸引玩家 就是讓人家來玩這個遊戲 他才會去 其實 其實 其實我們 我們定位在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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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一定要玩遊戲 我們之後也會推著 Apple跟網頁版 那 我觀光的 通常來台灣旅遊 或者是我從台北下台中 或台中上台的 whatever 只要去旅遊的人 如果你能 預先看到那個遊戲的場景 你預先看到那個遊戲的場景 那你只要登錄這個遊戲 那你可能只要花個30塊 所有的店家都大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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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 你說我這個30塊 我會用賣嗎 我願意花喔 而且我又可以真正的體驗到說 我可以預先看說 有哪些店家 我值得去逛 然後我可能在進入之前 我可能就知道說 大概要怎麼走了 對啊 對啊 他有其他疑慮嗎 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請問 讓他請問這個軟體 是 就他算是一個軟體嗎 還是算 他有幾位客戶端嗎 還是他是一個網頁版的一個模式而已 呃 你說 客戶 網頁跟 平台嗎 對不對 這個平台需要客戶下載一個 修下載一個那個軟體下來 進入整個平台 像線上遊戲 或者是像網頁遊戲 其實很簡單 就像Facebook一樣 你只要簡單輸入你的email 跟帳號 跟密碼就能進去了 這樣就有考慮到 台灣網速不足的問題嗎 因為像這樣子 在運行的時候 整個網路速度可能會比較慢 當然 這只要伺服器解決 應該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吧 或者是跟 其實這些資源都是要去談的 那我相信這些 只要 到時候如果資金到位 那這些都不是問題 那當然一開始一定要先 先去測試嘛 我們需要廠家來測試 對啊 那其實我覺得 這些是之後 之後的事情 嗯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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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